我怀疑我怀疑你是物理老师开变成器了 我不管帽子扣上去兄弟们 那这样啊 传出去物理老师开变成器了啊 家里影视剧审核双标 来 沐西匠 哎你好 啊说 我就说这个国内影视剧审核双标这个事情 你怎么看 怎么是双标法 你举个例子 你看啊 国内基本上全部 但凡涉及血腥暴力的全部都进一等 嗯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吗 双标 双标是什么东西血腥暴力能补禁呢 你西方很多呀 分析制度的话 你西方 你西方很多 那不是 不是国内审核呀 他们的出版有他们出版的标准啊 你允许他们播就可以啊 不是审核是审核是审核 放映是放映 这是两个部门啊 你不管审核也好 封也好 放映是只要你有版号我就给你播 审核是你你你做出这篇我不一定给你过审 这是两个部门 那对我说就是我说就是审核这块就先就先不扯放映了 审核不涉及到审核西方片哥们 你的审核不涉及到审核西方的片 不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国内没有这个 那这个脱离完全脱离现实了呀 你就是你的意思说国内的电影为什么没有血型暴力 对啊 为什么没有分析制度 而且你电影这个东西作为精神 我告诉你分析制度这个东西我聊过 这个分析制度的这个是这个事我们连麦聊过 电影的分析制度包括二级成人片什么这些东西 分析制度在国外其实真的起到了分人群去看吧 没有分析制度最终只是个免责声明 是一种臭无赖玩法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我你小时候没看过FBI警告 Fobular Warning 你没看过你在乎吗 我第一回的时候确实是深刻体验过的 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警告我 啊 我我是我是第一回是在乎的 后来你在乎过吗 它只是个免责声明 你确定你年满18周岁了吗 你确定 它只是个同意用户协议 你不点对号不让你下一步 这个东西只是免责声明 免责声明就是把水泼出去了 跟我没关系 明白吧 这个分析是个形同虚设的东西 因为啥 因为我们的人群是输不起的人群 是不能出问题的人群 明天你的孩子模仿电影里面的情节 别说你是拿不上AR15上学校的 你的这个片里面演三个男的给一个女的砸地了 回头你孩子去模仿这件事了 我们的我们国家的家长一定要处理不禁要问的 这种片为什么会上映 我们的家长是输不起的人群 我们的人群是巨婴 我可以这么说 老外老外是是老外是一句make sense就能解决的 中你和中国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但是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精神享受 它完全脱离现实的话 反而起不得引语的作用来 那不是精神享受你的定义是什么 你的精神享受定义是那种什么都能尽力去还原真实的电影 就对你如果来讲是精神享受的话 我说实话 拦得住你看吗 咱们家其实在某种层面上来讲 是除了免责声明还做了制止手段 但实际上是拦不住你看的 对吧 你这个实话 拦不住你看 我知道 他虽然拦不住我 拦不住你看他的主动 他的主观态度就是拒绝 而国外的国外的分级制度 主观态度就是跟我与我无关 与我无关 你政府想甩锅 美国的 美国也好 好莱坞也罢 哪也罢 就是他政府想甩锅 你是一句make sense可以理解的 我们的政府想甩锅 你别甩锅 与政府无关的事 你国的得扣政府身上 所以说我们的体制本身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再一个就是强调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孩子模仿 现在模仿犯案的这个几率 就是整个全世界社会上 青少年模仿犯案几率太高了 但是这样啊 我说了为什么 我说了脱离现实 我说了脱离现实 我说了脱离现实的意思是什么呢 没有脱离现实 不 已经严重脱离现实 你等会 你等会 67大哥说鬼扯蛋没有声 跟那大哥我们给这挂挂时长呢 有你想想听声上别的地方听啊 那个有能听声的地方 就是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你说的脱离现实是啥 他拍这个东西 没办法按照现实去给你还原 拍摄手段有很多 呈现方式有很多 不一定是他的脑一枪 一定要把他脑子打掉了 帮帮往上刺血 表达方式有很多 我们的群体不适合去看那些 为啥 我们在处于一个过渡阶段 哪个过渡阶段 就是80后90后成为父母的这个过渡阶段 我们80后90后小时候成长的时候 老师打老师啥 这东西社会上的形象都是能接受的 到80后90后当父母的时候 说不起的父母 或者是就是 就是那种巨婴父母太多了 啊我不禁要问 为什么会有这种片上映 为什么我的孩子能看见这种东西 那你当他有这个质问的时候 就不能拿你这套说辞 说我是为了更真实的体现 你拿这套说辞就说不通 明白吧 反向的时候说不通 那这个事就只能停 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很多很多很多未成年的 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之后 他反而对死亡没有任何敬畏了 这个你承不承认 那我不承认 挨揍疼 挨揍疼 拳打墙 那个拳打墙是疼的 这个谁都知道 对死亡没有任何敬畏 你要认为这个东西反向 可以宣传死亡的话 那应该这么说 我们多拍一天 多拍一点教着你们怎么去犯罪 然后让让这些人感受到 犯罪当中有甜头 从而犯罪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以这个方向去教大家 教育大家 犯罪代价大 你觉得你这不是什么 曲线救国 你不给人扯淡呢吗 你要说双标 你这个才叫双标 对于制止一件事的发生 最好的方式是杜绝 而你告诉 对于一件事 制止 就是防止一件事发生 最好的方式 让他广泛传播 以此来警戒 警戒大家 这种事是不好的 然后你希望大家都懂 你要知道群众的认知在哪 你拿血型暴力的 可能不足以说明 比如说 我给你举一个 我特别有感 我特别有感触的 一类作品 就是原来的盗梦 盗梦系列 鬼吹灯系列 拍的 现在所有的系列 必须 咱别管片拍的烂不烂 炒IP的 或者怎么着的 到最后 必须得是科学能解释的 就是必须 你这个科学能解释的清楚 这人必须得是 这个事从头到尾 必须是人倒的鬼 不能是鬼倒的鬼 那这篇他们还咋拍 鬼吹灯 鬼吹灯盗墓系列 牛逼的地方 就是牛逼在 牛逼在科学解释不了 以此让我们 对那种古墓 对什么 什么仙灵 这些东西 我们要有敬意 那他妈的 你全都人能 人倒的鬼 到最后 反而没有 没有那个什么了 没有那个 封建迷信 这个不一样 封建迷信 我拿这个东西出来了 就是其实 封建迷信 也是一种 我们管着的制度 包括血型 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表现 封建迷信这个东西 封建迷信这个东西 可是比这个 封建迷信 色情 暴力 血腥 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所 我们所不允许通过的东西 他在不允许通过的时候 道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很多人 会拿他当真事看 我刚才说的 我刚才说的 你引导什么 我刚才说的双标的问题 你这就是双标 还有很多那种 抗入神剧之类的 这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抗入神剧现在也不允许拍了 这么松的 抗入神剧现在早就不允许拍了 早在 早在禁止 早在禁止 这个 这个 什么那个动 这个动物 什么什么修炼成仙啊 什么那个 什么那个科学无法解释 早在这个 这个规定执行之前 这个抗日片题材 就已经出了 包括里面不得出现恋爱线 就是大家习惯了 里面必须得整一个 女的角色 她也是抗日烈士 她们怎么着的 她俩必须得好上 她俩必须眉目全清 这个东西都已经明令禁止了 你说的年代和时间 必须得同 必须得同一时间才行啊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禁止了 你打我专业口上呢 你不是 你不是主持人吗 我影视出身 你怎么 你主持人怎么查到影视上去了 我主持人 我学播音主持影视表演 哥们有双凶 你又不是 到底是我整活 你整活 我整啥活 我标准影视出身 我跟你说的不对吗 那你上学的时候 你的课本叫什么名字 我的哪个课本 你是影视学的 你不是说你学影视方面的吗 不是影视不是摄影 影视表演是影视表演 哥们 我们学理论知识 那你总有理论吧 有啊 理论知识蒙太奇 蒙太奇镜头 蒙太奇长镜头 叙事方式 快展长镜头叙事方式 你别说这些都知道的 你别说这些都知道的 那我学说啥不知道的 我跟你说个二口令 你证明我是学 学过影视表演的 不是 你说点 你说点你们专业的 我们专业也有话剧培训的 话剧发音 哦天哪 杰尼佛 不是吧 看在上帝的份上 你他妈别逼一逼了 早的 这不还是薄音吗 什么薄音呢 薄鸡毛银 这他妈是话剧 这是意志片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签啊 不懂不懂不懂这个 但是但是你刚才挺累了整活 我整啥活了 我影视出身 我告诉你了 我我告诉你 我原来比你分 你现在在我眼里面看 有点愤怒的青年 那意思 就是你妈的 为什么这东西你现在 我为了看电影 当然是为了好看 你整这个东西 整完了以后会好看吗 关键是这个好看的定义 是谁给你吓的 在你没在你没吃过四川火锅之前 小炒肉你也觉得贼他妈辣 你得归根 你得素其素其根本 素其根源是啥 明白吧 不是 这怎么还有人说 我是物理老师的 你确实挺他妈像物理老师的 我怀疑 我怀疑你是物理老师 开变成器了 我不管帽子扣上去 兄弟们 那这样 传出去物理老师 开变成器了 谢谢 那这样 你说个办法 怎么证明我不是物理老师 你怎么证明你不是物理老师 对 你证明不了 你证明不了你不是物理老师 因为你根本就是他妈物理老师 不 你怎么岗位调度了 现在 我知道福利公司 你现在不是物理实验室的后勤人员了 我 我知道福利公司 你知道福利公司 那我问P等于CM啥意思 你别说英语 我不懂 就他妈是你 就是他 就是他 口屏幕 一模一样的 就是他 口音 掉掉 所有东西全一样 我说实话 你这东西就算 就算是微信登录密码 让你念圈数字 你都能通过得了 你就他妈是物理老师 你给他装逼 招账刘海珠 刘海珠哪去了 就他妈是你 就是他 你还他妈给这装 当场给你抓出来了吗 你就语音识别 登录密码 你都能登录上去 这一算 抽空 我等我大会跟你聊聊 可以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你对这件事 我估计你可能信了 还是有你的想法 我希望你对这件事 有个正确的认知 包括评论区里面这些人 我希望你们对于 这个电影的这个县级 是个非常正确的认知 这个东 这个这件事 规定到今天 就是有这么多规定 存不存在消极反抗 我是觉得是有的 什么叫消极反抗 你不上课不让说话吗 操我妈 我给嘴缝上 什么存在 存在 实话是说 存在消极反抗 但你得知道为啥 什么叫 什么叫着情而定 着什么情而定 着民情而定 我们的这些家长 那个输不起的样 那个不禁要问的样 这就是他们要着的情 有啥事 都往政府上来 往国家上来 这就是国家着的情 现在上学上的多邪乎 哪他妈跟我们小时候上学一样 现在上学 像小孩 他那么就成长了 你看前一阵 什么那个寒丹 三个小哥们 我操 你看看 那他妈 这都啥样了 你要再出一个 你要再出个类 如果 我这么说 如果他这个情节 出现在哪个电影当中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 你想想 这波新闻 就这波事件发生了 这个电影 包括这导演 得不得让人 捶得一臭万年 说白了 就是人太多 甚至我告诉你 激进的家长 甚至能去围殴 围殴堵截 拍这个片的导演 制片人 以及演员 给这个演 这个角色的演员 网报 是绝对能干出来的 我们家这些网民 是绝对能干出来的 对吧 这个对 对啊 所以说 所以说 就在这种 这种事情 在社会上频繁发生 而且大家都觉得 自己有理有据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民情 这个情况 它是不是一个正向 正向的东西 你不能说 那我关爱孩子成长 难道错了吗 你不能说他错的话 那就要有人做出让步 让步的就是审核机制 那谁让步啊 审核机制 让步整个行业 整个行业拍摄方式 都得让步 让步了以后 社会上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那这一群 梳洗的人就不会说话 就不说话了 不说话就没毛病了 否则的话 你要看民情嘛 对不对 法不责众的意思是什么概念 就是民情是什么样 对 对吧 那还说啥 等会儿 这个海珠是什么意思 这个跟我没懂 海珠 一会儿海珠就上来骂你了 你别着急 你下去 你不下去 它上不来 嗯